大家好 我是维维安 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今天我所要给大家看的就是 通常我们多肉大概在种植两年多左右 大概就会像这个样子 杂乱无章 死的死 活的好像也是苟延残喘 实在是看起来不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想要把它改造一下 让我们有另外的感觉 把头给剔一剔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动手来做咯 我们现在首先就把不需要的这些花材 给用力拔出来 因为我们要看土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这些土基本上已经都不营养了 没有什么养分 你看而且根系也长满了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把它给松腐 把它取出来 如果我们需要的这些花材 我们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尤其像我这个基隆月 是长得很漂亮 可是其他的好像都已经不怎么样了 所以呢我们就先把它给分撕 解体 哇用力拔出来 像现在掉下来这些叶子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叶敷 好 那我们的已经散成一大片了 我现在把刚刚的多肉给拿出来之后 我发现这一颗的基隆月非常的漂亮 因为大概有两年了 所以呢我想把它做成老庄 因为它枝子已经木化了 所以我想把它做成老庄 因此呢我刚刚准备的花材 我就不太想使用 所以我现在就想把它来摘种成老庄 让它形状更美丽 而且今天的朋友就配的就是 蛮中国古典味道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来摘种咯 好 我们一样造就就把它吐 放上去 然后再把我们的基隆月 放上去你所要的形 形状 想看枝子往哪个方向去展现 我觉得现在这样子是最好看的 因此 把铺上去 基隆月它现在有像秋天 然后它再经过日晒 现在就会变成是很红很红的颜色 就跟我现在衣服穿的颜色是一样的 红色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种在土里完毕 今天我要配搭的是白石头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盆 看起来很优雅的 所以它的体态很完美 所以我想用白石头来襯托它 看起来就是与众不同 脱颖而出的感觉 好 最后我的构想是对了 不要种那么多 就是单单它 这么样子的美丽 然后我们再 让它再长几个月 它会更漂亮 这个时候上面长满了 充满了土 我们就必须要用这个 把它喷一喷 让它看起来更干净 把所有的黑土都给喷掉 它是不是一盆很优雅的 基隆月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刚最后也想到这个点子 超好看的 好啦 今天我的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节目 请按赞并分享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